碧海宗事件之后 对于苏九这个人 更加忌惮了 你们还记得那次失恋吗 川州一脉出来之后 所有的人都升级了 七少是出了名的顽固 成绩不上不下的在悬门瞎混 那次之后他修为猛增 包括古英他们几个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不是受冥王宝库才平安出来的 而是跟着苏九失恋闯出来的 怪不得古英宁愿跟我们断交 也要像跟壁虫一样跟着苏九啊 重人忽然像是嗓子卡住了 说不出话来 门外 莫真覆手而立 沉默地听着他们的交谈 眼神逐渐变得阴沉 不能再让苏九继续成长 一个莫无名尚且束手无策 再多个帮手 他如何能坐得稳皇位呢 给本宫联系北部那边的人 龙吟山庄 啊不 准确地来说呢 是你祖宗 哎 门匾正式更换 这段时间 他跟着青岩调查到不少消息 京城的势力错综复杂 甚至牵连到了北部 除去这些之外 京城家族莫过于 凤家宋家商家老家四大家族 最为昌盛 苏九默默地听着 眸光闪了闪 谷家排得上名吗 嗯 谷家在京城还行 比一家的赔名靠前 算是仅次于四大家族的存在了 倒是可以当个跳板 一横脑筋转得极快 假之苏九让他做的事 基本上也猜出来了 大概是要踩着谷家上位 以宗门的名义 真的好吗 那你搞个家族呗 我的名义太招摇 就用你的好了 啊 啊什么啊 给你的钱不够吗 你钱够还剩很多 可是你确定要用我的名义吗 当初跟他说是当管家 这也没说要身兼树枝啊 而且是一个比一个大 他琢磨着 要不然改名字吧 反正已经不是一家人了 苏恒 好像也不错 苏九 你来谷家到底要干什么 众人一脸茫然地看着 手持兵器闯入谷家的一行 黑衣男人 表情严酷 浑身杀气 谷震宏心里一慌 你们想干什么 一横打理龙鹰山庄两三个月 身上养出了几分威严的气势 他扭头 凝视着谷震宏 不干什么 只是通知你们一声 从今以后 就没有谷家了 从今以后没有谷家了 这是什么意思呀 谷家几事 你说没就没的 还不速速离开 一横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朝着后面的黑衣男人抬手 收拾干净 随着一横下令 后面的八个人 同时亮出等级星盘来 清一色 五阶圆灵 苏九杨梅 挺惊讶的 口男人出手挺阔绰的嘛 试问 京城除了莫无名之外 谁有能力一下子弄出 八个五阶圆灵出来 一夜之间消失了 与此同时 京城以苏姓世家崛起 起步便是很多世家的巅峰 几乎赶上了四大家族 京城局势大变 有传言 谷家突然陨落 就是对方所为 当即掀起了轩然大波 压力最大的 莫顾于四大家族了 因为完全摸不清 苏姓世家的幕后人是谁 苏这个字 不难联想到苏九 这也是大家担心的主要原因 苏九背后是冥王 若他想要重启京城市里 翻手之间呢 幸好 这种紧张和压迫 没有持续多久 就传出了内部消息 苏姓世家跟苏九 只是同性 掌权的男子 是一个叫苏恒的年轻男子 跟苏九并无关联 这个消息让大家都松了口气 玄天宗宿舍 是不是觉得本王太好看了 所以情难自禁 就算再情难自禁 我也会恪守本分的 恪守什么 本王都准备好了 九儿 本王上次只是苏九打断了他 莫大哥不想在这种地方委屈我 我都懂的 你懂就好 咬牙咽下了这口气 蔫儿蔫儿地拿起毛笔 继续写字 整个人陷入了阴霾之中 若是没有内腕的话 他也不会满脑子都是那事 现在闭上眼 就是他充满挑衅的声音 我来跟你睡觉 来吧 我知道你想要 他一个血气方刚的黄花大龟男 能不躁动吗 越想越郁闷 鞋子的力道都加重了几分 苏九强忍着笑 写什么这么忍着 莫名冷着脸不说话 身子一歪 挡住了 不看就不看 我吃东西 两人互相不说话 就这么沉默了片刻 喏 什么东西 一整本上面全是技能 一共十套 不重复的 哇 这狗男人简直就是活体百科全书啊 本王闲来无事 你若带走那些弟子 应该挺需要的 那你得谢谢我 要不是我带走那些弟子 你得无聊死 莫名首扶额头 闭上眼 养只鸡给他够吃的 还会咯咯叫呢 你说养他有什么用 苏九心安理得的吃完喝完 拿起干净的衣服 准备去泡温泉了 一起 莫名鹅脚一扎一扎的疼啊 男人当酒了 他连一点女人的自觉都没有了 就那么确定 他发现不了端倪吗 到底去不去啊 大男人婆婆妈妈的 莫名俊脸微黑 他有资格说他婆婆妈妈 不给他一点惩罚 他还真以为自己是个男人了 本王帮你搓背 凉凉地丢下一句话 脉脚往外走去 月色朦胧 翘臂缺口之下 你怎么还不下来 莫名侯姐滚动两下 扯着一领便要转身 你又怎么了 刚刚不还好好的吗 他看都看了 本王有什么不敢的呀 本王笑死他 苏九转身 把脸疹在胳膊上 趴在岸边 直视岸边 莫无名按道 这哪里是女人的反应啊 苏九看得是津津有味 不得不承认 这狗男人的身材是真的好呀 满意吗 一般 比我的小点 莫无名一言难尽地看着他 没脾气了 自己看上的人 除了宠着还能怎么办呀 要我给你搓背吗 莫无名莫名打了个冷战 不用 全然忘记了自己来时的豪言壮志了 苏九笑咪咪地往前拱了拱 凑到他面前 兄弟之间 我就擦擦背 说完 便在他背上戳了戳 柔一落下之际 莫名心跳漏了几盘 他强压下那股造劲 转过身子 一把抓住苏九的不安分的手 两人面对面 气氛突然变得暧昧起来 不擦就不擦呗 撒手 莫无名非但不松手 另一只手下滑 握住他的腰 用力按在怀里 猝不及防地贴合 画面突然静置 两人的心脏像是坏掉了 疯狂乱跳 恨不得从嘴巴里蹦出来 本集完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